能听到吗? 可以 好 OK 为什么我看到是 OK 全球的杰斯伙伴 大家现在好 我是Wendy 我现在在温哥华 所以 因为现在大家都知道疫情的原因 很多人可能是 没有办法出去工作 或者是原来 有的工作 这个业绩上受到一些影响 所以说 不管你今天是兼职 还是全职在做杰斯 我相信在杰斯里面 稳定你的收入 都是你现在的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诉求 所以今天我主要讲的就是说 如何在这个特殊的 疫情的情况下 能够稳定我们的收入 因为我知道有些人 不管你是传统产业 还是怎么样 你的收入可能是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是在下滑的 有些人可能还有 但是在下滑 有些人可能完全就没有了 所以我最近看过一篇文章 就是说 一场疫情 炸出了很多这个 叫什么讲 就是 他们自己没想到 自己的经济状况会这样 所以是炸出一些 所谓的就是穷人 就是说 因为可能大家按部就班的工作 会发现说 反正我就上班 我就有钱进来 没有想到特殊情况下 他的钱支撑不了他多久 所以这个是非常 很多人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所以我希望今天的这堂培训课呢 能够给大家一些 怎么讲 一些方法 然后让大家可以 在杰斯的这条路上 能够多有一些稳定的收入 好 那之前呢 因为今天我们是会员培训 最后我讲的东西 如果 我是按照会员的这个标准 去准备的 如果你觉得 其中的某些东西 你没有听明白 请这个下课以后呢 去跟推荐你进 这个会场的伙伴去联系 就跟他咨询一下 好 那讲到收入了 就肯定是要跟我们的 某几项相相关 那么我们最熟悉的 东西就是说 聘接 我们二月份 刚刚结束了一个促销 三月份呢 北美 大中华 最可能有没有促销 我现在不清楚 但是北美呢 是又开始一个新的 就是到翡翠的 这样一个促销 聘接呢 大家都 可能加盟一段时间的人 都对聘接比较熟悉了 比如说我们从翡翠 珍珠 蓝宝 蓝宝之上的一些 其他的聘接 中高聘接 大家可能都比较熟悉 但是聘接 我们不是说 每个月都会上的 比如说 在上到蓝宝之前 我们的聘接要求 并没有这个 具体的业绩要求 所以说呢 我们可能达到这个聘接 也没有时间的这个限制 所以说达到这个聘接 不是一个太难的事情 大概我们正常来讲 三个月之内上蓝宝 是比较正常的速度 那么 蓝宝之后 在有些有业绩要求的聘接 有些伙伴说 那我已经上了这个聘接了 可能我离下一个聘接 中间还有一些距离 我没可能一个月上一个聘接 对不对 那我怎么样来这个 设定这个目标 来赚取一个更高的收入呢 所以说 我记得我原来的一个老师 跟我讲过一句话 我记得很清楚 做这个网络行销这一行 你的成功的这个检验的标准 是看你的收入 是不是每个月在增加 这是检验的唯一的一个标准 就是说做这一行的这个产业 所以说 如果是你已经上到一定的聘接了 我相信在座很多伙伴 都有不同的聘接 那么如何去设定目标 让你在 在这个 劫色的这个路上 可以说 因为我们都知道有目标感 你才会比较容易前行 你也比较容易这个达成你的目标 就比较有动力 那么这个目标呢 设定目标 我认为当你达到一定聘接之后 在下一个聘接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累积的时候呢 你可能设定的目标 就是可以以这个收入 为这个量化的一个标准 比如说 有的伙伴说 我一个月有500块美金就好了 有的人要1000 有的人可能要1万 或者中间都有很大的差异 那么钱的这个数字呢 是大家都可以很容易设定出来的 那么 比如说 我随便举个例子 比如说 这个 我到月初的时候 那我所教的方法 就是说 我们现在是三月初嘛 我每个月月初设定一个目标 这个目标呢 可能不是以聘接为这个目标 因为聘接不能每个月上嘛 那么可能这个目标 我觉得每个月你设定的目标 一定要可以以这个收入为这个前提 那比如说 我这个月的目标是 500块美金 或者更多哈 那么怎么样去达成这个目标呢 那你要想 所有跟钱有关系的活动 你去每天做的事情 你花的时间都是在跟你的收入有关系的事情上面 那你的这个收入呢 就会增加 或者至少是会稳定 好 比如说啊 我刚才讲了 我们月初设立这个目标 我这个月要赚多少钱 那怎么样去赚到呢 大家就要了解哈 这个刚才我讲跟收入有关的几件事情 第一个 钱的来源是什么 我们都知道做解释的话呢 钱的来源一定是跟业绩相关的 好 每个人都都是一模一样 都跟业绩相关 好了 我们业绩的来源很容易哈 所以我讲说 如果你今天我讲的个声 下面我要讲的东西 如果你听不懂 你客下去跟你的这个推荐人去了解一下哈 好 我们钱的来源 按照我们的这个奖励机制来讲 我们就是推荐 对吧 然后呢 就是对碰 我不管有的人可能叫别的名字哈 总之我讲对碰 可能你们会比较容易理解哈 再一个就是叫领导奖金 或者叫代数奖金哈 都可以 那么主要的这个 我们普通会员哈 我们跑掉这个特别高的聘结 暂时的这个 我们先不谈哈 普通会员 你的你的这个 钱的来源 来源业绩 你业绩的来源 就来于这三件事情 一个是推荐 好 推荐你会有这个 奖励的这个奖金哈 然后呢 就是对碰 再一个就是领导奖金哈 或者叫代数奖金 好了 那推荐很容易理解哈 如果你分享了给 其他人哈 你的客户 他有需求 他买了产品了 或者他成为会员了 你可能就会有一个奖励哈 这个是跟你钱相关的 第二个呢 叫对碰哈 那就对碰的 一定是跟业绩有关系 这个业绩的来源是什么呢 就只有三项 一个是重复消费 好 第二个就是会员购物 会员就说我 上个月买了这个又还想买点东西哈 家人不够吃 再一个就是新会员加盟 你业绩的所有来源 就只有这三项 我重复一下啊 重复消费 会员购物和这个新会员的加盟 这个是你业绩的来源 当你这个这三样都产生业绩的时候 业绩的来源就代表什么 就代表你钱的来源 好 好 我们再来分析领导奖金 领导奖金无非就是说 你的这个下属产生了对碰 那这个时候呢 如果你上到翡翠以上的这个聘接的话 你就开始拿领导奖金了 好 那领导奖的来源是下属产生对碰 那你下属产生对碰 他的业绩来源是什么呢 又回到刚才的同样的话题了 就是重复消费 会员购物和新会员加盟 那是以你的这个下属为主导 为主体的 他产生这三件事情的时候 他就会有业绩来源 当他有业绩产生对碰的时候 你就可以拿领导奖金 所以这个脉络是非常清晰的 也就是说 你掌握了业绩的来源 那么你就可以掌握这个 你的收入的来源 这个是我相信大家能听 有一些伙伴 如果你对奖励机制不是很明确的话 就是可能这个地方 你会有一些 有一些听不太懂 那这个就刻下去补 好了 那既然业绩的来源是这三样 那么怎么样去增加 这个这三样的业绩呢 这个就是你增加收入的方法 好 第一个 我们都知道 做销售也好 做什么也好 你增加业绩的方式 永远只有两种 第一种是增加购买的频率 第二种是增加购买的人数 对吧 好 我们先来讲第一种 叫做增加购买的频率 什么叫增加购买的频率呢 比如说他一个月原来买一次 那你有没有可能他买两次 或者三次 那为什么他会买这么多次 那我们就讲 现在是特殊时期 比如说现在是 是疫情期间 那会不会 所以我们都知道 我们有这个几款产品是很好的 最近我也看了一些文章 或一些相关的视频 在讲 但我们不讲说我们的产品 跟这个新冠的 这个有什么关系 但是我们产品提升免疫力 这是肯定 大家都知道的 比如说配权 这个呢 我们这个专业的这个老师 讲这个产品课 讲过很多次了 配权呢 它是提升免疫力的 那么配权里面的百里如醇 我记得我们很多伙伴 手里有一本书 就叫做百里如醇 这本书 那么好 这本书里面 有某些地方 我看过这个 他们截图 专门就写的是 百里如醇是有 对抗SARS这种 冠状病毒的 这样的一个功效 那么我们的产品里面 是不是主要成分 是百里如醇 好了 那它在抗病毒 抗发炎 就是我说这个成分 不单讲说我们的产品 我说百里如醇这个成分 因为这本书是一个医生写的 不是我说的 那么它有对抗SARS 这种冠状病毒的这种作用 所以说呢 如果你看了这本书 如果你能把这个书的这一页 截图下来 给你的一些朋友 亲朋好友伙伴看 那么他会不会说 因为现在我们都知道 新的冠状病毒 是没有药可治的 只能靠你自己的免疫力 即便是收到医院里面 他用一些其他的手段 西医的这些手段 但是最主要的 还是要靠你自身的免疫力 那如何提升免疫力 那我们的产品是抗氧化的 刚才说到配权了 那么配权里面的成分 抗氧化的 它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 可以增加给你一个保险 增加你的免疫力 去抵抗目前这个 新冠这个病毒 好再一点呢 我还看过一篇文章 你所有的东西 这个病毒也好 或者是现在的这个 现代病 慢性病也好 它归根结底 是这个自由基 在你身体里 在这个做一个破坏的作用 因为自由基 每个人身体都有 分分秒秒 就是我现在坐着在讲课 你们坐着在听 每个人身体里 都在自由基 在攻击这些细胞 我记得一本 我看过一个视频 好像每一分钟是 如果我没记错的话 是三亿次 还是多少次 一直在攻击你的细胞 好了 那你的细胞 这些攻击 你自己是看不见的 你可能也没有办法感觉到 但是自由基 一直攻击你的细胞 自然 因为我们每个人出生 是带有基因的 可能你家族 某些方面的基因 就比较弱 它一直在攻击的话 有可能你的一些 这个 比较薄弱的地方 可能就会发生问题 时间长了 所以说 对抗自由基 也是提升免疫力的 一个手段 因为它可以 用这个抗氧化的 这个产品 把这个自由基中和 这样的话呢 自由基在你身体里 减少了 那你同时就会起到 一个保护你细胞 和你的这个组织的 身体组织的 这样一个作用 这样的话呢 相对来说 你的这个身体状况 免疫力就会比较好 那么 所以说呢 所以说呢 哈喽 我还再见吗 是的 好的 不好意思 好 所以说呢 就是说 这个白礼乳醇 是有这个 对抗自由基的 这个作用 因为我们里面有 好多种 这个高抗氧化的水果 那么保护好 把自由基中和之后 这个 你的身体里面 受攻击的这个细胞呢 就是说 会更加健康 或者是攻击你细胞的 这个自由基比较少 这个时候呢 你觉得 你的器官也好 你的这种 细胞的自愈能力也好 都会加强 所以这个本身 就是我们配权 或者其他产品 搭配着吃 就会有这个功效 那这个 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 是不是也增强了你 这个抵抗 这个目前这个 疫情的这样一个能力呢 所以说呢 我们的产品 是 目前来讲 是可以给你一个 我们很多人家里 有孩子 有老人 是给你一个双保险 比如说我们 在家里面 尽量避免出门聚会 避免这个 人群聚集 那么 同时如果你吃上 我们的抗氧化的产品 那么从对抗自由基的方面 从本身 百里如醇具备的这个成分 这个成分具备这个 抗这个SARS 这个冠状病毒的 这样一个功效 那么是不是我们应该 只要条件允许 只要你的亲人 你爱他们 你是不是都应该 分享这个产品出去 让大家多一份保障呢 好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产品的 这个能带给大家的 这个作用 再一款产品 我们讲 我不每个产品去分析 但是跟我目前西医相关的 这个疫情相关的 再一款产品叫做AMPM AMPM里面 我们都知道 这个粉状的 有90多种成分 营养成分 那我们这个颗粒状的 还有75种营养成分 好了 那其中有一款成分 就是最近 加拿大有一个医生 在蒙特利尔 他呢 这个研发了一个 跟他的医疗团队 研发一个产品 准备是对抗 这个冠状病毒的 正在跟中国 可能相关部门 在接洽 在做实验的 这工程当中 那这款产品的 主要成分是什么呢 叫做狐皮素 狐皮素是本身的 有点 也叫洋葱素啊 它是存在在 植物里面的一种东西 那这种狐皮素的作用呢 就是抗发炎 抗过敏 然后呢 它是一个 抗氧化的这个作用 而我们AMPM的 这个成分表里面 大家可以去查 里面就有 狐皮素这个成分 OK 好 AMPM呢 里面就有 这个狐皮素的成分 所以说呢 我们不需要去说 去等它这个新的 试验的这个产品出来 或者是 我们 因为这些东西 什么时候出来 真正上市面上 我们都不能掌握 我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的产品 本身有这种成分 那狐皮素的成分 又是他们 新研发的产品里面 的一个主要成分 那 我们的AMPM里面 有除了 狐皮素以外 我们还有其他的 70多种 我只说颗粒的来讲 我们还有70多种 的养成分 那这样的情况下 在我们还未知 这个新的研发产品 针对这个 新冠的这个 冠状病毒的 新的产品出来之前 我们是不是可以 把我们的AMPM加上 这样的话 我们吃着配权 吃着AMPM 我认为 我个人认为 虽然我不是医生 这个我们 我们的医学顾问 马医生之前 专门做过一堂 产品课 针对这个 目前这个疫情 他有讲说 最好我们每人 每天 就成人 三包配权 碎保险 每人每天 坚持吃几个月 直到这个 疫情稳定下来 或者是 随着这个 气候的变暖 会不会它就消失 大家就期盼 这一天 那么在这个 疫情还存在的时候 我们可以 这是医生建议的 不是我说的 我们是不是可以 先用我们手里的产品 对我们自己 和对家人 做一个保护 那么起码 这些东西 如果你能讲给你的 亲朋好友听的话 或者你再有一些 比较正式一点的截图 因为很多话 都不是我们自己讲的 都是人家 医生讲的 所以说可能 更有说服力一些 这样的话呢 是不是就可以增加 你或者你身边的 亲朋好友 或者你的这个伙伴 他的购买的 这个次数呢 好 因为原来 可能一个月买一次 是自己吃 或者自己小家庭吃 那现在这种 新的疫情 大家都很担心 自己的家人 尤其我们华人 是很注重亲情的 我们都有大家庭 那么是不是要父母 兄弟姐妹 什么岳父岳母 那边又一家子 是不是 只要经济条件允许 我们都建议 他们把这个产品 至少配权和AMPM用上 这样的话呢 给大家一个 真正的提升免疫力 给大家提供身体上的一个保障 那么只有健康的活着 上次看了一个 一个帖子 上面就写了说 2020年的目标 就是健康的活着 我们先不管 赚钱还怎么样 首先你要健康 其次你要活着 你才能去实现 你所有的梦想 和其他的东西 所以说 我个人认为 只要是条件允许 只要是他们知道 听你介绍的这个东西 我们从官方 正常的途径 去购买这些产品 保护我们自己 我们的孩子 我们的父母 我们的家人 这是我们会员 应该做的事情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增加你业绩的一个 在目前这种情况下 我觉得很好的一个 讲解的方式 就是我们的产品 是有这些功能的 那这样的话 它的成分就帮助到 我们自己的这个身体 帮助我们的提高免疫力 同时提高自身 自愈的能力 因为我们的 都知道身体的 我们身体如果细胞是健康的 我们本身是有自愈能力的 那提高我们自愈的能力 相对来说来对抗 目前的疫情 那么如果是说 你把这些道理 都讲得很透的话 是不是就可以增加 增加购买的频率呢 我认为是可以的 那原来可能 有些人一个月买一次 那你可能让他变成 一个月买两次 甚至三次 那经过他的分享 可能他不仅 他的家人吃上了 他的朋友也要吃 那不知道从哪里买 可能也透过他 或者透过你 来购买 那这样的话 这个伙伴他购买的次数 或者他下面的会员 购买的次数就增加了 那么这个次数的增加 同时带来的是什么 那是业绩对吧 那业绩因为我们是真心分享 是为了对方好 那我们获得的这个 是顺带来的 那我们有了业绩的增加 是不是相对于来说 你的收入就增加了 增加了呢 至少它是稳定了 对不对 好 这是我刚才讲的第一条 业绩的这个来源 就是你这个 增加这个业绩的 这个方式之一 就是增加购买的频率 对吧 好了 那增加第二个 增加业绩的第二个这个方式 这个是全球通用的 就是说增加购买的人数 那这个跟我刚才讲的 有一些地方 有共同的地方 共同点 那怎么样增加购买的人数 当你去正确的分享的时候 当你把这个 产品能带给别人什么 我记得我看过一篇文章说 你不要跟别人讲 产品多好多好 你要让他知道 这个产品对他有什么好 那么当他意识到 这个产品能带给他 一些益处的时候 而且他带的这个益处 带给他的益处 能够匹配上 他付出的这个价值的时候 他就会愿意有 产生购买行为了 好 那就是增加购买的人数 怎么样增加购买人数 跟我刚才讲的 又是类似的地方 所以说你又去开发 新的这个朋友来加盟 或者是他作为一个 产品爱用者 在特殊期间保护家人 或者他也可以先 当做一个事业来经营 那我们都知道 这个 现在都讲 我们需要这个怎么讲 就是说 斜杠青年也好 我们需要一个备胎也好 目前似乎是 很多朋友 我有一个伙伴在广州 那他有一个朋友 之前他联络什么的 这个人是开一个连锁加盟店 是一个实体店 全国可能也有几百家 之前跟他分享这个业务 他没太走心 没听进去 他说我每天忙死了 每一天 每个月一直在出差状态 因为全国有几百家加盟店 他到处都要飞 一个月在家 可能就待个两三天 基本上都是业务在外面忙 所以当他听到这个 我们跟他介绍这个 这个营销模式的时候 他没走心 他觉得我已经很忙了 而且我钱赚的也并不少 所以他对这个 他没有意识到 这个事业有多么好 当这颗危机发生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知道 实体店全部 目前来讲是 很多店是不能开门的 不能经营 所以说他一下子闲下来了 那么他有那么多家 这个合作的实体店 他自己也开了好几家 他马上就意识到危机了 然后呢 他主动 跟我们的这个伙伴联系说 你给我再讲一讲解释吧 你当时给讲的 我没走心 但是我现在真的觉得 这个实体店 虽然要那个什么 就是说我不可能 把它都关掉或怎么样 但是我现在一定要 跟互联网做连接 要给我的未来 做一个保障 因为他意识到这个风险了 因为马上一停工 房租 员工工资 还有杂七杂八的费用 他一样是要付出的 所以说变成每个月 在往里贴钱 但是他也不知道 什么时候能复工 以前忙到每一天不在家 现在是闲到天天在家 整个人生一个大颠倒 重点是坐吃山空 心里是很慌的 所以说他主动找回我们来说 我再了解一下 我知道现在这个时机 一定要对未来做个规划 一定要跟互联网做连接 他的事业 一定要有互联网这一块 所以说这是一个 坏事当中的 也怎么讲危机 所谓的危机 就危险之中也有机遇 所以说大家在线的伙伴 可能现在也是你 开发市场的一个好时机 虽然可能你不能碰面 你也可以把以前 你交流过的 谈过的客户 你可以重新再过滤一遍 有些客户 可能你之前谈过 他就像我说的 这个伙伴一样 他完全没在意 因为他很忙 他收入不少 他没有那么多的心思 在这个上面 但是当一切 按下暂停键的时候 他很多人都会思考 他的思路会重新发生转变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你把你以前聊过的 没有加盟的 或者认为你以前 在跟进当中的伙伴 或者朋友 你可以重新再过滤一下 我相信你还是可以找到 新的开发客户的来源 因为有一些陌生客户 比如说你不能出门了 完全靠陌生的去开发 可能需要一点时间 而且需要一些的量 但如果你以前谈过的人 以前没有机会的人 现在很可能 都有机会在这里了 所以说 我觉得这是一个 你开发这个新的市场的 一个好的机会 这是第二个开发的方式 就是增加你购买的人数 就是开发新的加盟商 那开发新的加盟商 我觉得就是可以从两点去谈 一个是谈产品 刚才我已经把主要产品 说过一次了 一个是谈商机 很多人都能接受 目前这种情况 因为他真的有切腹之痛 他感觉到钱比较紧张了 他就会思维 不用你原来去碎碎念 或怎么讲 他是听不进去的 现在这个时期 很多有这种 就是怎么讲 就是说 老板意识的人 或者很多人 他会有 自发的去转念 去想未来的发展 所以说现在反而是一个 开发新市场的 一个好的时机 规定你一定要面对面 或怎么样 就我们视频也可以的 好 这个就是说 从这两个方面来讲 我再做一个总结 刚才讲的 那么 我再把这个捋一下 刚才我讲的 那就是说 设定目标 月初的时候设定目标 设定目标是以收入为目标 一个前数 具体的前数为目标 好了 这个设定好以后 你就开始做这几件事情 因为这几件事情 跟你的收入相关 第一个 钱的来源 钱的来源呢 就是你要求你业绩的来源 你要有业绩 业绩来源 好 推荐对碰和领导奖金 对吧 推荐不用讲了 那对碰呢 就是需要有三个业绩来源 一个是重复消费 一个是会员购物 再一个呢 是新会员加盟 那你这三条 你去把握 谁应该怎么样增加 它的重销率 怎么样去 去指导它会员购物 包括是新会员加盟 再一个领导奖金 领导奖金呢 领导奖金呢 又是属于下属的 这个产生的对碰 你就会有领导奖金 下属的产生对碰 业绩来源也只有这三条 重复消费 会员购物和新会员加盟 所以当你把这个脉络理清楚 你所要做的事情 就是跟这三件事相关 好 会员加盟 不管是你自己的新会员加盟 还是你下属的新会员加盟 这个就是你业绩的来源之一 第二个重复消费 好 这是你来源之二 第三个就是 这个会员的一般购物 好了 这是这个脉络很清楚了 我只是在从前把它再理一遍 好了 增加一的方式 第一个就是增加购买的频率 那一个月买一次 然后便买两次 或者三次 第二个就是增加购买的人数 就是你开发新的会员加盟 好 那你如果每一天做的这个事情 跟这刚才我说的这些东西 都相关的话 你的收入一定是稳定的 或者可能还是在慢慢上升当中 因为你做的事情 全部跟你的收入来源有关 所以说很多人可能说 我每天可能闲到原来是兼职 我现在很多人都有条件去全职了 可是他收入还没有增加 收入还没有维持住 收入还在下降 那你要去找找原因 你每一天过的这八小时 或者是哪怕是兼职四小时 你每一天过的这个时间 有没有在做跟你收入相关的事情 如果你都在这个看韩剧 看电视剧 然后跟朋友在包电话 包电话之后在聊天 在看一些什么时尚 就是怎么讲 你喜欢的某些 某些的这个娱乐方面的东西 那么这些时间花在这个 跟你收入不相关的事情上 你的收入是没办法增加的 所以特别简单 你理清这个脉络 然后你每天早上起来以后 你检验你今天要做的事情 是不是跟这些事情相关 跟他相关 我相信一个月下来 或者是两个月下来 你收入一定是稳定 而且或者是在增加当中 那么就是说你时间在哪 你的收入就在哪 这是我讲的这个第一个题目 就是说你的如何会在特殊时期 可以有稳定的收入 第二个题目呢 就是如何独立 这个话题呢 我讲过很多次了 在我们小团队大团队 都讲过很多次了 因为做这个事业 大家都知道我要时间自由 我要财富自由 那最后要到心灵自由 我们双钻林老师 现在是知道了 前面两个自由都达到了 现在开始心灵自由了 那么我们很多伙伴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都可能还在前两个 这个自由里面 在追寻 在打拼 那好了 那如果是说 你的诉求还是说 要一个财富自由 和时间自由的 这样一个层面的话 那么你就要求 做这个事业呢 你要学会独立 学会独立呢 包括教育你下面的伙伴 学会独立 那当每个人都独立的时候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业 我们是自己当老板的 如果一个人 他永远需要一个拐货在那 主着 他才能往前前行的话 一旦这个拐货出什么状况 没有及时联络 或者怎么样 那这个事业就垮掉了 那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 种子 或者说你本身 要独立 你要想很有好的业绩 好的收入 你要从做一个合格的下属开始 而不是说我要往上看 我永远要上属 怎么帮我 他没做什么东西 他做错了什么 不是这样的事情 从做一个合格的 独立的下属开始 因为每一个团队 都是你是头 因为你下面如果有会员的话 是从你分享开始的 对吧 所以你是每一个团队的头 你是你事业的头 所以说呢 你必须具备这个独立性 如果你没有 这个事业被别人掺着 扶着甚至哄着 你才能往前走 其实我觉得这个事业 你走不了太远 你的收入也不会太高 可能就是一时兴起 或者是一段时间之内 你可能会有一个 相对来说 你觉得可能还看得过眼的收入 因为我们最开始是推荐 当你的推荐的人脉 七七八八都进来之后 你后面的地方 如果没有辅导好 没有遇人和留人的话 你的收入很快就降下去 所以说呢 独立是你事业成功的根基 那么如何独立 首先从做好一个合格的独立的下属开始 记住我说的话 好了 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独立的下属呢 首先你自己内心要把自己当老板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故事 但是如果很多人 就是说当老板具备什么样的特质呢 我总结了一下 大概有四个特质 你自己对照 你身上有没有 第一个 做老板的人要有学习力 学习力 因为 其实像我们 我那天 在小孩考大学这个事情上 我还在想 我说报什么专业 其实我回头来想 包括我和我先生 包括我看到很多的朋友 他们现在从事的工作 都跟他之前大学学的东西是不同的 很多人觉得 我大学要选一个专业 然后我可能一辈子都做这个专业 其实限制当中 很多人是改行的 是跟他原来学的东西完全不相关 所以说呢 你要有学习力 就今天当杰斯 就是你的一个事业 当你作为一个老板的姿态 你是一个独立经销商 都叫做independent 你必须是个独立的经销商 那么当这个独立的概念 就是你要有学习力 不管你之前学的是哪个行业 或者你是哪个行业的大咖 你很有名 你很有能力 但是在这个网络行销这个理念 如果你没做过的话 可能你就要从零开始 你要从学习开始 所以说你要有学习力 我们现在学习的途径有很多 网络也好 这个 我们有很多钻石 有很精彩的视频 包括我们有一些 这个医生 他们因为做这个 杰斯这个事业 本身有营养师的这样一个身份 所以他们讲的东西是很有 在产品方面是很有见地的 所以说现在学习的这个来源 就是你学习的工具的来源 是非常多的 只要你想学 你一定都找得到 如果你找不到 你在优酷 YouTube上 或者是跟你的上述的伙伴 你的领导人去咨询 他一定会给你很多很好的建议 好 那这个就是说 你要有具备学习力 你才有可能 作为一个独立的 合格的这个经销商 那么第一个是学习力 第二个呢 就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今天我们讲了 如果是你是一个经销商 在这个经的过程中 就好比你开个店也好 或者你做一个传统产业 你任何其他跟杰斯不相关的产业 如果你是老板 你是不是在开业 到你成功之前 这个路上 它不会是平坎的 不会是一帆风顺的 任何产业都不会 中间一定是高高低低 坎坎坷坷的 最后呢 但是你连滚带爬的 最后还是在前行当中 最后就成功了 包括马云 或者是我们看一些传记啊 人物的传记 很多很大城的人 都是经过大灾大难的 但是他挺过来了 他挺住了 可能某一段时间 是大家都看不到前途 都是很黑暗 一直在赔钱的状态下 很多人是坚持不住就退出了 或者是觉得 看不到前景的时候 人家很容易灰心 但是这些大城的人 一定中间都有大坎坷 所以说呢 你必须要具备 解决问题的能力 不是一照 遇着问题就慌 其实做杰斯 有的问题挺简单的 而且你还有这个伙伴 去辅导 你去帮助你 无非就是后台操作那一堆 无非就是怎么谈客户 这一堆 无非就是育人和流人 那团队 有的团队 有很多的培训 那你可以带着会员 直接去跟着团队的 这个方向走就行了 我们公司也有很多的 这个网络上的培训 英文的中文的 所以说你选择你需要的 把你自己武装起来 把你的能力加强 不管你在以前的行业 你是顶尖的 你还是说 怎么讲 就是说 有这个网络行销经验的也好 没有的也好 都没关系 你今天进到一个新的领域 你是有这种 这种平台可以让你把 你之前想合作的人 整合在一起 那像我们来讲 传统产业 我是做餐饮的 另外一个人是盖房子的 他永远一辈子没有交集 在事业上没有交集 最多是朋友在一块 吃吃饭聊聊天 最多是这样 可是杰斯这个平台 可以让你把各种优秀的人 因为这个平台 结合在一起 所以说你不能想象 就像我们的段英毅 总裁 介绍他的是 他家小孩的一个 好像是跟他小孩同学的一个妈妈 还是怎么样 所以我们没办法想象出 一个上市公司老总 居然跟我可以打配合 来做结束这个事业 所以说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怎么培养这个能力 那就需要说去学习 或者是跟这个成功的人去讨教 去提高你各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这是第二个例 作为这个独立的经济商 第三个能力是不抱怨的能力 很多人说这个简单 其实这个是很难的 这个并不简单 很多人在生活当中 我们生活当中 或者任何产业当中 在这个成功之前 即便是成功之后 也会遇到很多困难和坎坷 但是抱怨是最容易的事情 就是我只要看不顺眼 我就抱怨 那么这个不是一个老板的心态 我记得我上次绿宝之旅的时候 在夏威夷听到一个总裁 北京的一个总裁 他讲说当这个 我们都知道现在物流 之前从去年的7月份开始物流 就是因为一些因素 可能就是比正常的速度慢了一点 有一些人就开始抱怨 他说抱怨的心态就好像开餐厅 如果是顾客他进来 他可以有很多理由抱怨 这个菜不太好吃 或者你上菜慢了 或者你的服务员态度不好了 等等等等 他可以看到很多的 他可以抱怨的点 当然作为老板 当他听到这些 看到这些问题的时候 他只有一个动作会做 就是去解决问题 而不是去抱怨 因为他抱怨 这个店是他开的 他投了钱了 他要水电费 宅贷员工的费用 他有很多费用在这里 当他真正一个老板心态 做事业的时候 他只想着去解决问题 所以说不抱怨 也是一种能力 是一个独立 惊销张的能力 因为这个事情发生 不是只发生在你身上 是很多人走过这条路 无论他今天多么成功 就算今天我们公司的 像珍宝一样的几个三段 你问他这个上三段之前的流程 他一定也有很多坎坷 没有任何成功 是一蹴而就一帆风顺的 那么 当你遇着问题 就抱怨的时候 你只是一个顾客的心态 你只是杰斯的产品爱用者 你只是一个消费者 如果今天你定义为 这个事业的经营者 那你遇着问题的时候 你要有解决问题的能力 和不抱怨的能力 看见问题就想办法解决 你解决不了 还可以找你上属的领导人帮助你 所以说不抱怨也是一种能力 这是我感觉 因为抱怨会让你的心变得 怎么讲 就是说会拉低你的这个工作热情 降低你工作的效率 甚至呢会让你的这个业绩也好 什么也好都走向你不希望看到的那一面 那尤其如果你领导的影响到你下属的伙伴的话 那你这个团队整个就是一个抱怨的团队 他不积极向上的团队 他是不会越来越壮大的 所以说呢 第三条 我刚才讲的不抱怨也是一种能力 第四条 就是说作为独立的合格的这个经销上 你虚报具备的能力 就是与员工合作的能力 很多人不具备这个能力 他觉得说 反正我的上属伙伴欠我进来 他就欠我的 他一辈子欠我的 有的人真的有这种心态 他觉得 今天你没做到什么了 或者我需要你做什么 你没做到 或者你没在我的时间 规定的时间之内做到 我就开始对你不满了 因为你的上属伙伴 只是你失业的合伙人 或者说你下属的伙伴 有的人是看上面也不顺眼 看下面也不顺眼的 只有他自己没错 遇到事情都是别人的错 其实这种心态是很可怕的 那么就是说 你要具备跟别人合作的能力 这个也是独立经销商 应该具备的能力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事业 很少是单打独斗了 我们都是一个团队的运作 团队的运作需要什么 需要你有包容 你有付出 你不可能是老让别人付出 对不对 然后呢 因为这个事业 我们每个人都是老板 但是你又不用发工资出去 所以你跟这个伙伴之间的关系 是合作的关系 所以说呢 如果你不具备这个合作的能力 你上看 看上不顺眼 看下不顺眼 这个团队很难发展的 其实真正不顺眼的就是你了 对吧 好 所以说呢 要想把这个事业做好 你必须是一个合格的独立的经销商 你才能把这个事业很好的 从少到多 慢慢的把你的团队越来越大 越来越大 直至 就是说 包括交会你下面的伙伴 去做这些事情 那么我再总结一下 就是说 如何去成为一个合格的独立的经销商 也就是说 你必须具备这四种特质 你才有可能把这个事业做好 那么你回头去检视 每个人可以检视你自己 身上是不是具备这四种特质 其实这些特质并不难 讲起来不难 但是把它行动起来 可能很多人潜尝则止 没有把它坚持很久 但是它就是你必须具备的素质 第一个就是学习力 第二个是解决问题的能力 第三个是不抱怨的能力 我们讲它也是一种能力 第四个就是与员工合作的能力 或者我们叫做 与其他伙伴合作的能力 当你具备这四个能力的时候 基本上你就可以算是 一个合格的独立的经销商 那么当你成为 合格独立的经销商的时候 你又能够把它复制下去 当你下面的伙伴 具备这四种能力 那你的团队一定是 非常棒的 越来越棒 它会顶着你 业绩一直往上走 因为当你团队的伙伴 超过一百个 然后我是说活跃的 有的伙伴说已经超越了一百个了 那如果说活跃的只有两个 那你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 所以当你团队活跃的伙伴 你到后台去看 超过一百个的时候 你的业绩 这是这一行的一个规律 基本上你不用管 它也会推着你往前走 你停下来 它也会往前走 就像这个浪花一样 它一波接一波的 所以说你要努力先把自己的团队 活跃的人数做到一百个以上 那么当你下面的伙伴 推着你往前行的时候 你怎么讲 就是说你想停都停不下来 它会自动往前走 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你适应一个 一个小小的成功的一个里程碑了 就可以做到这一个 那之后的话肯定是从一百 就是我们从一到十不太容易 从十到五十也不太容易 但是五十到一百可能就快一点 一百到两百可能速度更快 因为你基数大了 对吧 所以说呢 我刚才讲的这些 就是说如果你想增加你的收入 如果呢你想独立 我所说的是独立从你开始 从做一个合格的下属开始 因为你会做一个合格的下属 你也会指导你下面的伙伴 作为你的合格的下属 那你团队的业绩 包括你的聘接 你的收入一定是逐步上升的 这个是一定会发生的事情 所以说呢 每个人都要有一个心态 把自己当成是老板 这句话可能陈词老调 可能你们听过无数次了 很多人培训都会讲 你要把自己当老板 要有老板的心态 如何有老板的心态 你要具备这四种能力 如果你不具备其中的某一种 那你可能要把你的短板补一补 再一点我稍微讲多一点 刚才我讲的这个短板的问题 跟这个今天的题目不太相关 我就突然想到这里了 给大家一个bonus 好这个短板 我个人的这个观点 不一定是对 是说做这一行的时候 尽量是去发挥你长板的优势 因为每个人都有长板和短板 你呢费力去补你的短板的时候呢 可能你补出来 你跟别人相比 你还是短板 所以因为我们是团队合作 这是我个人总结出来的这个经验 找你团队几个伙伴凑在一起 大家每个人都把长板拿出来 因为长板是你的优势 是你胜过别人的地方 如果几个人合在一起 做一个小组 大家的这个长板的地方 有的人可能适合干这个 有的人适合干那个 有的人适合冲市场 有的人适合做后面的这个 打扫战场的这个动作 如果是每个人把长板发挥出来 你可以最快速的 最有效的组建一个很得力的团队 而不是每个人都在那 很努力的补这个短板 因为这个是耗时耗力 还不一定有很好效果的事情 所以说以我这么多年的经验来看 我认为做这一行 是要找到大家的长板 你多看别人的长处 有的人适合做后台的这个运作 有的人适合谈单 有的人适合去冲市场 不一样的 那么既然大家是个团队 把这个各个人的优势 最大限度的发挥出来 那就能在最短的时间 见到最好的结果 而不是说 我这方面好像不太勤 我就拼命去补 上了很多课 我底下私下 当然这是一个方法 我不否认也会成功 但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 因为你短板有的时候是 就像我们手指头一样 是天生的 这些方面就是比较弱 或者后天一些因素造成的 可能都几十年了 我们至少 做这个事业的人 都是十八岁以上了 那么这么长时间形成 这些性格和一些 你的思维方式 很难在很短的时间内 完全改变掉 所以说你做得很辛苦 去改变自己 可是呢 别人一直在跑 你还在补短板 那我个人认为说 这可能是 你可以在人生的长河中 去慢慢去补 这个是让自己的 这个能力上升 这个是对的 但是在做事业当中 最好是找到几个 志同道合的伙伴 大家一起把长板 组在一起 每个人发挥 自己特长的东西 然后呢 快速地建立市场 快速地这个 育人和流人打造团队 我认为就是做这个事 因为每个人看到 收入在增加 而且是短时间内 快速地增加 会给大家带来 极强的信心和战斗力 包括自己对这个 自信程度 对事业的自信 对自己的自信 都会提升 当你这些东西提升之后 你再去谈单 你再去做事情 成为那效果是 会这个失半功倍的 效果是不同 那么很多人 短板補了半天 可能跟别人一比 还是会有缺陷 还是会比较短 所以说的话 可能就是比较耗时间 而且呢 我们讲的机会不等人 所有的机会 都是有时效性的 尤其现在杰斯 很多人在吃了 很多人都了解产品好了 那这个市场 是不是你的 决定在你的能力 和你的速度 所以说呢 讲一点点题外话 就是说 最好是你去研究 从以你为头 因为我们今天在讲独立 讲赚钱 以你为头 你不要往上看 上面人跟你的业绩 跟你的收入 是没有关系的 往下看 从你下面的伙伴里面 你到后台去 一个一个扒拉着看 筛选 看哪个人是 具备独立合格 这个领导人的 这个资质和能力 然后把它筛选出来 跟你组成一个小团队 就是你那个团队里面的 骨干核心的成员 这样的话呢 每个人有什么长处 也可能有人长处是 是重合的 也没有关系 但你就更强 然后大家组在一起 做一个小团队 一起去出谋划策 然后去打市场 这种情况下 我相信 会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你的团队的速度 可能一军突起 可能会发展的比较快 好 那我今天呢 今天大概讲了 两个部分的内容 最后我再把这个 刚才我已经总结了 我就不再总结了 那基本上就是讲 如何去在特殊的时期 那如果稳定你的收入 甚至增加你的收入 再一点技术如何 在这种特殊时期上 其实这个不用在特殊时期 任何时候都是要 怎么讲 做一个合格的 独立的经销商 只有你具备这样一个资质 你下属的伙伴 具备这样的资质 你才会 在这个事业当中 一军突起 让你的团队越来越壮大 这个是 你一定会看到的东西 所以说如果 刚才我讲了 有一些我直接就讲过去了 就是我们这个奖励机制里面的东西 如果今天线上的伙伴 是刚进入的 或者是他还不太明白 那么我讲的东西 我就不展开来讲 这个奖励机制的部分 因为今天这个题目 跟它无关 所以说你可以 课下培训委会之后 你再去找今天 带你上课的伙伴 或你的这个上属的领导人 怎么样 你再去 那个 你再去这个咨询 然后呢 把今天我讲的内容 如果你能吸收到 并且把它变成 在你实际当中 去做出来的事情 那么我觉得 我今天的这个时间 就是很有价值的 非常感谢伙伴 抽出这个时间 来听这个课程 我也希望大家 能够用我们杰斯的产品 保护好自己和家人 同时呢 我也希望 这个疫情早些结束 我们都能过上这个 之前我们认为 很平凡的 现在今后都会认为 很幸福的普通的生活 好 谢谢大家 好的 谢谢 谢谢绿宝总裁 Wendy 好 那么